第1836集 真的吗 南宫英有点心度 说真的 他们真武者 是不怎么吃东西的 就算是吃 也多半是含有灵力的一些食物 只是这个口味方面有些清淡 因为真武者的天职是修行 他们没有时间把那些食物 弄得五花八门的 但是入食以后呢 南宫英接触到的世界 与他们真武者的世界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花花绿绿的世界 太容易让人深迷其中了 而且关于吃的更是五花八门 他觉得如果他在这里 再多待些时间 他肯定会堕轮 但是他对于美食 也是有着很难拒绝的诱惑 但是当叶浩轩带他来到 吃东西的地方时 他惊呆的 这大排档是叶浩轩 比较喜欢来的地方 只是这里的这个卫生 不敢恭维啊 你确定这东西能吃 看着服务员端上来的 一大盆烤串 南宫英有些犹豫 他喜欢的是美食啊 但是烤串他是从来没有吃过的 这烤得油油的 甚至有些地方 发焦发黑了 这让人看了就感觉到有些恶寒了 叶浩轩真的会吃这些东西 你不妨试试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这些东西嘛 长时间吃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偶尔吃几次还是没有问题的 相信我 没事的 叶浩轩说着拿了一串烤韭菜 端起了一杯啤酒就吃得起来 看叶浩轩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南宫英也是有些心动了 他拿起了一串烤串 眼睛一闭就放入了口中 辛辣的味道再加上烤串独有的香味 一下子就让他沉迷其中了 他猛的一点头 确实好吃 没骗你吧 烤串啤酒绝配 叶浩轩哈哈大笑 他给南宫英倒了一杯啤酒 两人就大吃特吃起来 龙上 还是你了解我呀 说真的呀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了 好不容易回国 作为环境的不是那种山珍海味 那就是这种大排档的烤串啊 嘿嘿嘿 一个和叶浩轩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哈哈大笑 他身边陪着的人赫然是龙无言 两人也来到了这个大排档 他们随便找了一张桌子 坐了下来 然后年轻人大大咧咧的坐下 点了一些东西 多放自然 多放辣椒 快点上来啊 再来一箱啤酒 年轻人把菜单递给了服务员 好嘞 您稍等啊 服务员拿着菜单离开了 南宫英看到龙无言 他的脸色不由他变了 他手一动 就要上前去找龙无言的麻烦 但是叶浩轩及时地按住了他的手 对着他微微地摇摇头 南宫英愤愤不平地坐了下来 他上一次让龙无言暗算 差点食身于他 这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 上一次虽然把龙无言教训得够强 但是现在看到龙无言 他还是忍不住想打人呢 教训一次就够了 只要他不找你的麻烦 别理会这种人 实在是犯不着 真的 便宜他了 南宫英狠狠地道 龙无言只顾着 和那个年轻人说话吹牛 他倒是没有注意到 叶浩轩和南宫英 叶浩轩瞥了一眼 那个年轻人 他眉头一皱 是他 是谁 南宫英看叶浩轩的表情 有些异样 他不由地问道 你认识那个人吗 谈不上认识 一个圈子里的人位 太子党 于少公 祖上是一位将军 跟开国那位风里来渝里去 现在于家的国科大 专门研制国防方面的 而且他父亲 是为数不多的大佬之一 只是这小子从小就在国外 据说是位高材生啊 没想到他回国了 叶浩轩自言自语地说 要说现在身份能与叶浩轩比的 也只有于少公了 只是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 而且他在国外 叶浩轩也不认识他 他更不认识叶浩轩 但是于家真的是不容情史 虽然他们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 但是却无人敢惹 当然叶浩轩里外 但叶浩轩不是那种 没事找事的人 少公啊 我们之前见过一面 不过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我跟你是一见如故 现在好不容易回国了 我们哥俩可得好好的亲近亲近 龙无言笑眯眯地说 那是当然 我刚刚回国 国内的情况还是不太熟悉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玩得来的人 无言啊 你可得好好的带着我呀 我这一次回来之后 就没打算再出国了 于少公笑道 哈哈哈哈 我也有很多地方 得仰仗少公你呀 哈哈哈哈 龙无言哈哈大笑 但是他的笑容突然僵住了 他见鬼似的 看着旁边那桌的南宫阴翼 一时间心里面有些发毛 之前南宫阴的逐日之宫 把龙无言的大腿给射穿了 这家伙在龙林的总部休养了好久 现在他看到南宫阴 就好像是耗子看到猫一样吧 他心里简直是有阴影了 怎么了 于少公也不是傻子 他一眼就看出来龙无言的神色 有些异样 他不由的诧异的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眼 他的目光可就没法 从南宫阴的脸上给移开了 南宫阴是身具远古大能血脉 整个人显得灵动无比 身上隐约还带着一股仙意 不管他打扮如何 他那张灵气四溢的脸 那都能让所有的男人为之行动 少公 少公 龙无言看于少公那副猪戈的样子 他连叫了几声 于少公这才回过神来 你叫我 于少公连忙擦了一把口水 他凑到了龙无言的身边 低声问道 那女孩你认识吗 认识 龙无言一看于少公的样子 他不由的暗笑一声 于少公的身份自然很高 但是这家伙有个毛病 看到美女 那就挪不开自己的双眼了 如果他去招惹南宫阴 以南宫阴的性格 绝对会把于少公给打个半死 于家的那位老头呢 向来是互断的呀 他可不像自己的老子顾忌那么多 如果说用点小手段 让南宫阴出手 那说不定自己还能抱那一箭之仇呢 认识就好办了 于少公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 他直接站起来 走到了叶好轩和南宫阴的身边 这家伙也算是泡妞的高手了 他静止走到南宫阴的跟前 笑嘻嘻地看着南宫阴 美女啊 我感觉我们以前在那见过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不知道美女有空没空 我们到那边聊聊 南宫阴吃着叶好轩递上来的烤串 对于这家伙的话就好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这就让于少公有些尴尬了 他笑了笑 伸出了自己的手味 显白地瞟了一眼他手味上 那戴着的价值百万的手表 然后笑道 现在时间不早了 我知道有一家会所 这个时候正是夜生活的刚刚开始 那个地方拥有京城最豪华的服务 我想你去了那里 一定不会忘了那里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于少公觉得呀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绝对不会没有见识 因为穷人没有这么好的基础 但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南宫阴就抬起头 吐出了一个字 滚 于少公愣住了 他的脸色在这瞬间变得清白难看了起来 打从他记事起就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过话 而且从他发育好开始 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 就没有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的 可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滚 这让他有着不小的挫败感 南宫阴 你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于少 龙无言大怒 于少公的身份不简单 就算是他老子在龙林 是龙林的老大 而且身上具有龙之异足的血脉传承 他也不得不掂量一下自己 跟这于少公之间的差别 所以南宫阴刚刚吐出一个滚字 他就巴巴的跑过来拍马屁了 他喝道 马上向于少道歉 否则你今天休想离开这里 龙无言 你是皮痒了吗 叶好轩站起来 他盯着龙无言 你的腿好了是吧 叶好轩你 龙无言大怒 但是面对叶好轩和南宫阴 他却又敢怒不敢言 这两个人的实力高出他态度了 尤其是南宫阴 那一言不合就开打 根本就不给他一点面子 上次的伤现在才刚好 他可不想让南宫阴 拿着剑 再对着他的小腿 来那么一哈子 龙少 别生气嘛 这妹子颇赖得很 我喜欢 于少公笑了 他扭头看了叶好轩一眼 似乎是现在才刚刚看到叶好轩一样 你认识 朋友吗 认识倒是认识 龙无言冷笑了一声 但是朋友嘛 这就谈不上了 于少公也不傻 他看着龙无言的表情 就知道龙无言和叶好轩之间 一定是有什么嫌隙 但是这不是重点 这两个人有什么恩怨 跟他没有关系 他只在乎南宫阴 大家都认识 就没有必要 闹那么僵了吧 这位美女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于少公 于天良是我的父亲 我家老爷子是国科大的院长 我这么说 你明白我的身份了吧 于少公一番话就把自己的家底 给露出来了 的确 他有着显赫的绅士 于天良啊 以及掌控着国科大的老爷子 但是这两个名号就能把一般人给唬住了 而且于家虽然低调 但是谁不知道京城有一个于家 如果是一般人呢 肯定会对这家伙肃然起敬的 但是可惜的是 眼前的这两个人 他都不是一般人的 南宫阴本来就不是普通人 哪怕这家伙是总统的儿子 他跟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 而叶浩轩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身份说出来 就算是于少公 也得目瞪口呆半天了 说完了 南宫阴问 说完了 于少公一愣 南宫阴的双眼里 怎么没有露出那股崇拜的眼神呢 这很不科学啊 难道这个女人有什么厉害的来路不成 说完了还不快滚 应向我吃东西 南宫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继续地吃着烤串 这于少公的脸傻就变了 这已经不是让他有挫败感了 而是已经让他有些恼火了 向他谈谈于家大少 以前泡妞的技巧无往而不利 什么时候他看过一个女人的脸色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于少就是想单纯地认识一下你 南宫阴 难道你连于少的面子都不给吗 龙五言只在一边 不动声色的扇起了阴风 点起了鬼火 他这话是故意给于少公听的 因为之前的于少公吹过牛逼 他说了 子要是母的 哪怕对方是一个星星 只要他勾勾手 那母星星都能扑过了 套用隋阳帝的一句话就是 生我者不可 其余者皆无不可 当然了 他这话有吹牛逼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现在他当种泡妞 居然被南宫阴给扫了面子 这 这你让他的老脸往哪割 你的伤好了 南宫阴瞥了一眼龙五言 他一眼就把龙五言给吓得胸口是砰砰直跳 他生怕南宫阴突然就窜过来 对着自己的大腿 再来上那么一剑 毕竟之前那一剑之威 他现在还感觉到隐隐地作痛 吃好了没有 吃好了走 叶浩轩站起来 走吧 没心情吃了 南宫阴也是站起来摇摇头 确实呀 他现在是没心情吃了 不管是谁 吃东西的时候 跟前站着两个傻逼 恐怕也是 没有心情去吃了吧